对于这些的质疑 像外媒就认为说 中国常说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显得态度暧昧 那美国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 刺意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损和中国主权安全 中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的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华春莹这样的回答 其实已经有案子了 那我先这样问兵哥好了 就是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 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尴尬 但是从华春莹的回答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一来他认了侵略 那二来变相再挺普丁 再挺俄罗斯 那这很怪 中国跟乌克兰其实也蛮好的 中国跟乌克兰摆就很好 那老实讲 你觉得他尴尬吗 我觉得他表面上好像 就是说因为双方都是我的朋友 我都不想得罪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我觉得他在偷笑 我真的觉得他在偷笑 为什么 非常简单啊 你要知道 普丁在做这个行动之前 你以为他没有召会过大陆吗 百分之百有 因为他一定 你想想看嘛 联合国五个残安理事国 英法一定不会站在普丁这边嘛 美国也不可能嘛 所以他唯一能够拉拢的就是大陆嘛 所以他一定会 趁冬奥这个时间拉拢大陆嘛 所以他也给足了大陆面子啊 等到冬奥完之后才动手啊 嗯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他一定先取得大陆的某种程度的理解 他才会干这件事情嘛 嗯 所以大陆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事 早就知道了 那实际上 乌克兰是不是知道会发生这件事 他也知道啊 只是乌克兰一直悟信 美国的保证嘛 嗯 美国一直 美国一直认为说 就当初 乌克兰斯基选择把 加入北约入线 然后 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 美国没有明确的拒绝他嘛 美国一直给他一个希望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局不是吗 如果是像川普那种人 就是完全一个势力耶 直接告诉乌克兰斯基 你要加入北约可以 但是你给我什么好处 如果没有办法给我好处的话 我不可能让你加入 乌克兰斯基就会死了这条心嘛 那就是拜登跟西方的这些 英美法这些德 英德法这些国家 一开始给他一些幻想 才会让泽伦斯基跨过那个红线 跨过红线之后就回不去了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 今天表面上 中国大陆好像对两方都不愿意多做批评 那实际上 我认为他就是支持俄罗斯啊 我认为就是啊 这没什么好讲 因为你要知道 俄罗斯如果被西方经济制裁围堵越厉害 谁会得利 大陆会得利 所以他干嘛不高兴 他内心在暗爽 他有什么好不爽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老实讲那种表面上的 话语上的不得罪 双方的不得罪 是因为乌克兰过去跟 大陆之间关系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乌克兰政府 跟中国大陆其实也慢慢走远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对他来说 他何必为了要 乌克兰去得罪俄罗斯 对他来讲犯不着 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着想 美国这次为什么不出兵 再来讲如果美国一开始 老实说 在整个分争一开始 比如说俄罗斯承冰边界 承冰10万人的时候 美军那时候就号召整个北约我们进驻 进驻乌克兰 你觉得这场战会打起来吗 我认为不会 但是美国 不想这样做 他就是不要这样做 那 那你说怪谁 拜登甚至在记者会上被这个 记者追问说那会不会遵促中国大陆呢 加入西方的阵营 来共同孤立俄罗斯 拜登都直接说 我现在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废话 这不是问一个蠢问题吗 你知道北约为什么会 今天会陷入这么尴尬的处境 就是因为北约当初以为冷战完了之后 他没敌人了 就跟全世界宣布 谁愿意加入北约 我们都欢迎 结果你知道第一个要加入北约是谁 你知道吗 俄罗斯 他们不要啊 他不要 当然不要 因为北约成立起来就是为了对付你 那你还要加入 见鬼啦 但是普丁就说 你们不是说张开装臂欢迎吗 那我加入不行 所以你自己在自打脸嘛 那你要怪谁呢 那今天普丁的行为是不是侵略 我认为是 就是这没有什么好去讲 但是问题是 人没有生而平等的 不要告诉我什么生而平等 那些都是骗人的 现在人家就是拳头比较大 那拳头比较小的人没办法你就要受委屈 这是现实问题嘛 这没什么好讲 不要嘴巴上讲得很漂亮 当年香港在 出现动乱的时候 台湾一堆人在那边讲我们要支撑香港怎么样 要支持他 结果呢 香港今天变这副德性了 请问一下台湾帮了什么吗 还不是看着人家死 现在台湾有一堆人说 乌克兰要加油啊 站到一边一组啊 跟俄罗斯人拼了 拼了又怎样 死的是他又不是你 不是吗 我从来不会干这种 退人家下火坑的事情 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种是最恶劣的一种行为我觉得 我觉得乌克兰人自己要去想想看 如果乌克兰真的举国一心 觉得说就是要跟 俄国老毛一心 对 那我没话讲 这是乌克兰的选择 可是我绝对不会希望他们这样做 因为 你不要把我自己的国家利益 放在别人的生命之上 这是我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 这个林俊远委员呢 他说台湾 应该要从这场冲突 学习到的东西就是 反抗意志 反抗意志 他说台湾人最需要的正是乌克兰抵抗的勇气 也是防止中共轻举妄动的最大武器 其实我这有点不太能够理解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台湾的勇气 就是 最大的武器 这个就是标准的精神胜利 你知道 二次世界大人到最末期的时候 日本眼看的快完蛋 结果马上喊出一亿欲碎 就准备拿了竹竿啊 削尖的竹竿啊 这叫女学生啊 全部上战场跟美国这些登陆的拼了 讲的跟真的一样啊 其实这个事情不只日本干过 英国也干过 英国那时候很怕德国会登陆的时候 也是拿出长矛啊 中世界长矛准备跟他们拼了 那问题那有用吗 结果美国人看你要这样的 他也知道他登陆负担 伤亡会很大就直接K原子弹 K原子弹日本就乖啊 就这样子啊 结果后来美军占领了这么几十年 请问一下日本 日本有大规模反抗过吗 也没有啊 什么叫精神什么叫意志 不要说这种骗人的话 笑死人了啦 这种叫洗脑 自以为自己精神胜利 日本在24天大战的时候就是因为被 那种虚假的武士道洗脑 一大堆人无脑冲锋 莫名其妙的死掉 就是这样人的生命是这样算的吗 因为我给你讲这些人都是不把别人的命当命 反正胡说八道一下 死是死你又不是死我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今天死的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的意志 打 上打到现在多久时间 大家以为打了很久吗 从昨天到现在才24小时多一点而已 对 5到2天 那乌克兰已经被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在那边讲什么精神胜利不要笑死人啊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还在鬼扯这种东西 这种台湾就是充斥了这种人 每天就在用这种虚假的宣传职位 在那边幻想 在以为我精神这只要我们有意志力 意志你个头 意志力可以当饭吃啊 有意志力就可以打赢敌人啊 阿富汗还有意志力啊 那又怎样 阿富汗遇到美军造败啊 到最后是怎样 到最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谴责美国 就是因为就算跟着美国也没有好果子吃 因为你跟着他之后他一不爽就把你卖掉 就这么简单 你以为台湾没有被出卖过吗 大家忘记了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是什么时候 美国那时候为了 讨好中国大陆 为了要去围堵前苏联直接就把台湾卖了 二话不说就卖了你 你又怎样 这是一个钱科犯 你还相信一个钱科犯 你有病吗 怎么能够把所有的期望全部压在一个钱科犯身上 台湾要自立自强完全赞成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这种什么精神胜利法 民进党如果真的有决心 台湾人如果真的有决心 我们现在怎么可能 国防预算只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你要百分之三十的国防预算 本来就是啊 我们一定要靠自己啊 大家要把所有的 第一个不要跟我什么叫招几天 大家每一个人每年都回去受训练 就像以色列一样啊 全民皆兵男女全部都给我当兵 然后把台湾大部分的资源拿去研发武器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娴熟武器 你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上面 让敌人不敢来咬你啊 就这么简单啊 但台湾有这个决心吗 没有嘛 台湾只为嘴炮而已嘛 就是像这些人出来嘴炮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老实说 刚讲了一大堆什么要跟随老大什么东西 你们去跟阿富汗讲啊 去跟越南讲啊 他不是都被美国卖了 美国要出卖的时候会跟你讲 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乌克兰百名就是被美国卖了嘛 这是什么好讲呢 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还不准人家批评他 说这样会破坏团结 笑死人了 谁先破坏团结了 不是美国自己吗 因为美国每次有事的时候他先溜 我跟你讲现在 其实全世界就像个帮派一样 帮派老大你好歹要讲点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吧 你好歹你的小弟出事你要挺他吧 一个不挺自己小弟的帮派老大还好意思坐在位置上 那就像香港电影讲的一样 那帮派老大十个九个没屁眼 剩下那个只是怕 十个九个不是好多一剩下那个只是怕儿子没屁眼而已 就是这样但是现在 国际政治这种帮派老大 没有人在担心儿子没屁眼 能够出卖你就出卖你 所以国际的现实就是这样 我们还还没有警醒吗 今天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人权不公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美国做了什么 沙烏地阿拉伯美国的很好的朋友啊 沙烏地阿拉伯国境内多少人权不公的事情 美国有说过什么吗 理都不理啊 就这么简单 大家都是为利益结合的 不要再讲这种精神胜利吧 这种讲出来就是一场笑话而已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